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依舊很熱 台北市又是38度以上 連續兩天了 各位知道過去這一陣子 幾乎每天都36度以上 已經快要七八天了 真的很熱請大家多注意 想辦法在家裡面能不能降溫 不要只有開冷氣的方法而已 大致上太平洋高壓還是持續的影響 我們台灣這邊吹的偏南風 開始有一些午後的熱隊流發展起來 未來還是很類似 在明天開始的四天假期當中 預計午後陣雨可能會稍微多一點點 天氣大致上可能會等於是 午後陣雨的面積 其實整個靠中央山脈 像南投一直延伸到高雄山區 都容易有些午後陣雨 每天都是類似 近期還沒有看到有這種擾動 會持續很旺盛發展的機會 大致上會持續到7月初 接下來怎麼變化 我們再持續看 因為現在來看的話 可以說我們今年的美雨季就高一段落 就是5月下旬那一波 那這一次來說的話 我們就是回到典型夏季 而且會越來越熱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時候高壓就升過來了 可能到7月的中下旬 然後高壓整個盤踢在這個地方 這邊的這個擾動就有機會會發展 所以未來就會越來越熱 這幾天 週末這兩天 還是有可能會抽現37 或是38度 沒有37 38也有35 36 請大家注意都會很熱很熱 那不是只有北部台北盆地熱 南部也很熱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種溫度 很不舒服的溫度 請大家多注意了 山區開始有些午後陣雨 或是說靠沿海 有一些局部臨性的陣雨 但是這個規模都不是很大 很局部型 一下子就結束了 一兩個小時就結束 大致上今天晚上各地 南部有點偶正與靠山區 其他地方都是有很熱的 晚上其實如果有點風 會比較舒服 可是大家都在開冷氣 我才都會地區 那你就覺得真的很熱 北部明天其實各地都很熱 這個時候就典型台灣的特徵 台北盆地36 37度的高溫 然後其實中南部 有海陸風的調節 不會到那麼熱 可是很晴朗 陽光很毒辣 請大家一定做好 該有的防曬工作 我們剛才很建議 山區有些局部的午後賊陣雨 連假會持續延長高溫 那午後山區還是有些局部陣雨 那近期呢 都還是都是類似的天氣 請大家多留意了